那我們今天的本土病例有22,650例 今晚一路是259例 死亡個案是4例 那我們今天的本土病例的個案數跟上週的 禮拜四 幾乎是一樣 較上週低0.3% 再來請羅夫報告 大家好 今天有44例的死亡個案 那年齡是 從90多歲到小於5歲 我們今天是有新增 一位3歲的小朋友 是這個腦炎過世的個案 這是一個3歲的男童 本身有先天性的神經 系統疾病 長期在服藥 那沒有接種疫苗 7月31號的時候有出現 發燒 當天有在家裡面做快篩陽性 那經過醫師視訊看診之後 是有開立藥 無在家服用 那到8月5號的時候開始 因為有這個持續的發燒跟臉色蒼白以及呼吸 困難的症狀 所以送到急診 那在急診這邊做 電腦斷層的掃描 是發現說有大腦腫脹 這樣的一個行星 那經過抽血的檢查 也同時發現有多重器官的指數異常 以及有代謝性酸中毒的狀況 所以綜合起來 看起來是有腦炎 可能也有半血症的一個情形 所以收治到家服病房插管使用呼吸器 也給予瑞德西韋 降腦壓藥 免疫球蛋白 免疫調節劑這些藥物來治療 不過很遺憾是說在住院當中仍然因為病情的 惡化 在8月6號的時候不幸過世 死因主要就是腦炎 合併多重器官衰竭 那這是我們本土的疫情 當中第9例這個腦炎兒童的這個死亡個案 目前累積的這個重症死亡的個案在兒童的 部分是27位 那在重症的人數的部分 已經來到禮拜59位 其中腦炎是在27例 那今天另外有2例兒童的MIS-C的重症個案 1例是10歲的女童 有接種過1劑的莫德納疫苗 在6月19號也確診過新冠 8月3號開始有間歇性的高燒 會到40度 那也有合併活力食育的下降 在8月6號的時候 有到急診就醫 那抽血的結果顯示是疑似MIS-C 所以安排在8月7號住院 那住院當天同時 也有出現腹泻的症狀 住院後在心臟超硬波的 檢查顯示有冠狀動脈的擴大 所以確診是MIS-C 經過治療之後 症狀也有改善 目前仍然在一般病房 當中住院 另外1位是4歲的男童 沒有接種過疫苗 6月8號確診新冠 8月1號開始陸續有咳嗽 流鼻水 眼皮腫脹的症狀 那8月4號呢 則有發燒跟腹痛 到了8月8號有就醫來檢查 那時候經過一些X光片跟抽血的檢查 有發現有極性鼻竇炎 極性結膜炎 跟梅漿菌肺炎等等 這些多重的病症 那當時也有懷疑 可能也有MIS-C 所以8月8號住院 不過經過這些各式的治療藥物的處理之後 症狀已經改善 目前仍然在一般病房當中住院治療 病情已經恢復比較好了 所以今天有3例的這個小朋友的中症個案 其中有一例是死亡 我們還是呼籲家長 目前這個疫情 雖然說 處於低點 不過每天都還是有 確診的這個個案數 都還沒有說低於這個 明顯的低於2萬以下 那下一波的這個疫情也即將來到 所以應該要提前做好一些防疫相關的一些準備